应该是徐总来了 我去开门啊 等等 老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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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好像没在啊 你不是知道密码吗 进屋看看去 怎么回事 老板 刚刚 你没事吧 你干吗呀 你瞎唬一大跳 我是不是走错屋了 你怎么会走错屋呢 我怎么看里边有个女的 而且俩人还抱在一块儿呢 你是想你儿子想的 几点时间没见他 出现幻觉了 你眼花了吧你 没有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看得清楚 那你再把我们打赖 进去看看 那不就看清楚了吗 儿子 我跟爸爸 一块儿进来了啊 这次的设计方案的重点 千万不能忘了 知道吧 哦 儿子 爸 妈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刚刚啊 我是你老眼红啊 你们有我家里的密码 我 我跟你妈在酒店里头 住了好几天 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我们电话呢 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们是来看你啊 没有别的 这儿只有给许成人打电话 她告诉我密码呀 叔叔阿姨好 你好 你好 你是 这是我刚招的助理 刚刚跟你讲的重点 你都记下来了吧 记下来了 都 都记下来了 电脑都可以起你的 还不值任务呢 哎呀 这么多好吃的 小姑娘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叔阿姨 还没吃饭吧 没呢 我们来找小川 就是一起吃饭的 那正好 一块儿吃吧 好 叔叔阿姨做 儿子 妈 你吃饭吧 叔阿姨 碗筷 谢谢 谢谢啊 不客气 小姑娘 你多大了 二十三 这么年轻啊 那你跟我们小川 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阿姨 我只是顾总的助理 你叫什么名字啊 姜小宁 葱姜蒜的葱 是姜 大小的小 宁静的宁 姜小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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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工作也做完了 赶快去上班吧 对 这儿的工作室做完了 那叔叔阿姨 我就先走了啊 别呀 这么多菜一会儿 吃完才走啊 你们吃就好 你们吃就好 吃完了再走嘛 小川 完了 我这个倒霉体制 该不会害老板被误会吧 偏偏在这个时候 完了 老板 这好像也不算很脑霉哈 姜小宁 怎么回事 不要胡思乱想 赶紧回这儿上班 来 来 来 吃水果 来 来 来 吃水果 这小姑娘真不错啊 年纪轻轻的 就会做饭 而且还做得这么香 小川 这屋子也是她打扫的吧 多干净啊 你身边有这么个女朋友 陪着你呀 我跟你爸也就放心了 妈 我再跟你说一遍 她只是我的助理 不是我的女朋友 你们这次要呆几天啊 你们这次要呆几天啊 呆什么呆啊 来了好几天天天住酒店 也没什么好呆的 咱明天就回去 老顾 我后来说 我可以吃这个 这个小鸟 你会吃这个 我会吃这个 我感觉 你会吃这个 一群 我感觉 你喝什么 在这儿 我喝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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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喝酒 我喝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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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同意